歡迎小小兄弟的頻道 我是小小星 我們上一集雖然沒有介紹 我們上面的層 我們今天會介紹一樓 這裡就是我們的一樓 我們先介紹這裡的洗手間 有兩個設計 一個是洗澡 一個是浸浴 然後到這個浴缸 這個浴缸有三個按鈕 這個就是控制這個花灑 這個就是控制這個水喉 然後這個就是控制溫度 這個就是沖大便 這個就是沖小便的按鈕 有兩個噴吹的位置 這裡其實是一塊鏡 這裡可以打開又放一些東西 這個也是 這裡就可以開啟燈 晚上就可以開啟燈 然後呢 我們就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我上一集的那個 可以放一些衣服 這樣就會傳送進去的櫃 就可以開啟燈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是平時的聽歌 那些 然後這個讀佛介紹 就可以調整溫度 這個是可以這樣調整的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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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左右 還有零度 就是這樣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來介紹攝影機的房間 這個就是攝影機的房間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這個可以掛背囊 掛帽子 其實它會自動放在這裡 還有六個 還有這裡的工具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這裡有一個用器 這裡真的要裝他的書 那這個櫃子很特別 可以拉出來 就可以收回來 那這一部電視呢 其實也是很貴的 真的很貴 但是業主也留給我們 還有這個衣櫃 這個衣櫃 就有幾百個的衣架 可能那家人真的掛 掛內褲也掛 然後介紹一下 我和笑笑這間房間 這裡就是我和笑笑這間房間 那這支櫃呢 就很特別的 可以安裝自己的東西 然後這一盞燈也很漂亮 這個設計 是不是人之靚 但是很壞 第一次攝影機 一夜睡完三次吃 那這個是用紙做的 還有這個窗口 之前也有介紹過的 還有這個裝飾 這個是開窗的 就是開窗口 那又到這張床 那這個就是我的床 那這個就是上階床 那這個就是這張床 那這個就是這張床 但是上來可以開窗簾 那這個就是呢 爸爸的書房 那這個就是工作室 那我擺自己的東西 那我擺不到 那就可以裝置物件 那又到二樓 那二樓呢就是主人房 然後到這裏了 這裏就是衣櫃 這張呢就是超大的房 可以四、五個人睡都可以的 就是多六個 那這裏都... 這個了 那這個呢 就開窗了 那裏面就有一個隔板 不是裝錢的 是裝一些特別的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就叫做 Like、Subscribe、Call、Share 還有Follow和我們IG 那我們三個IG就會在說明欄那裏 那我們下一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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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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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